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老胡今天要说 这场新冠疫情就是一场世界大战 它不是比喻 是真的世界大战 新冠病毒这个敌人 它轰炸的不是桥梁高楼火车站 但是大家看 它轻易的摧毁了全球的国际航线 把全世界无数市中心几乎打成了无人区 它还逼停了无数工厂 让几乎所有学校停课 另外各种服务业也崩溃了 大家说 我们之前见过如此强大的敌人吗 在二战以来 世界还没有过如此根本性的动荡 时代的灰尘纷纷洒向人间 它们的确会转化成大面积的个人痛苦和人道主义不幸 也有人不知道 我们正在被强烈的冲击着 他们以为不就是经济生活休克一小段时间 大家多歇歇在家里办公憋一阵子如此而已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错觉 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强大 它的动员力迅速形成了一道屏障 极大缓冲了冲击的力度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摇摇晃晃 而且可能会发生山崩地裂的世界上 个人在大动荡的时代都会变得尤其脆弱 时代的洪流常常用个人的悲剧做代价 这一冰冷的现实在欧美展现的最为彻底 平时的人权框架迅速被灾难冲倒碾碎 大量的人被医院拒绝 有的老人被强行放弃抢救 医生们会根据谁活下来的可能大 来决定把呼吸机给谁 这是多么残酷的筛选 每天都有成批的人死亡 每一位死亡者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悲伤的绝望故事 从武汉到欧洲都有人家几乎被病毒灭门 那样的个人痛苦和挣扎最让人心颤抖 他们当中会有一些被记录下来 在百事之后仍令阅读者掉泪 这就是战争 无情的枪炮声 有时会淹没一些我们内心发出的呼喊和哭泣 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蒙受一定损失的 这点老胡必须告诉大家 也许我们需要更加坚强打官 坦然面对一些变故和不如意 世界可能会有更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请相信国家在尽力保护我们大家的利益 但它做不到让我们的生活保持的就像这不是一场战争一样 我们要看到国家已经做出的有效努力 也了解我们接下来还将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 最后我要说 赶上这样的大便签除了众志成城 我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许可